1978年我和雲門的舞者 推出了新船 新船的主人翁是開台的縣民 他應該穿什麼 我到美濃去看鍾麗河的夫人 去看我的朋友鍾鐵面 我看過他們穿的客家的 有欄杆的衣服 我覺得那個非常的適合 雲門曾經兩度到美濃去演出 其中有一個大概在1980年初 為美濃的一個新的看務意義 那是後來到了很多的鄉鎮 天象去演的這個經營的方式的一個爛杉 最慘的一次是在智德堂前面的廣場 演的是最怕雨的《紅龍夢》 因為《紅龍夢》的十二斤 才都穿著很大的披風 可是雨是下的 大得不得了 那天觀眾大概有兩萬到三萬 雨稍稍小一點 我們把舞台掃乾淨 那就繼續跳下去 觀眾跟我們一起堅持到演完 記憶非常深刻的一場演出 新船它是鮮明渡海 拓指台灣的故事為主題 來發展出來的一個舞蹈 那這裡面的音樂包容了 第一個我們要思想起的人是 陳達先生的思想起 他是恆春的一個名歌手 他一唱 樹啊 翔啊 雞 很多人就哭了 他那個聲音裡面的滄桑 就有個穿透裡 我們都知道感蘭樹的李台下先生 為我們譜寫龍耕曲 陶早就春夢 天下降降降 譜寫渡海 還有跳彩帶舞的節慶的陳陽先生 也過世了 才六十六歲 所以這個對我個人來講 以及對台灣的文化來講 這個新船這個舞 不只是舞蹈 不只是歷史 還有這些七十年代的 音樂家 還有國寶級的 名歌手陳達先生的聲音 和他們的音樂 新船曾經在全世界演過 一百多場 將近兩百場 那麼上次的演出是2003年 這會我們很高興 能夠到魏武營 跟高雄的朋友見面 如果你這次不來 也許還要等二十年